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视频开始之前,再并且就并且打出GL来测试下你的成全度吧 在《斗罗大陆》中,我们都知道 史莱克山的成员在正道混质经营大赛上表现得非常出众 并且他们的向后还接派了新亚组和赤火两个元族学员的队伍 由此可见,他们的实力到达了何种的境界 而在接派赤火学员的时候,唐三照耀到了火舞 所以火舞就利用自己的追求者风小天来对付唐三 而风小天一直鼓励追一火舞没机会 这次帮忙的机会,他又怎么不把握好呢 于是他被尽量关注史莱克的一举一动 经不上每次史莱克比赛时,他都去加油 可见风小天为了追火舞,还真是杀被鼓劲呢 不希望史莱克光走到他在出局 从而没机会与他们展开对决 只得一听的是第78集中 史莱克因为仓后学员的缘故,弃赛了两场 因此排到了第三名 前两名分别是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 不过最终风小天还是和唐三进行临场战斗 在战斗中,风小天使出自己的自创火器 疾风魔狼七尸二连枕,而唐三在冲冲转机之下 也迫不得也拿出了耗电水 自此他在耗电中身份也就暴露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咱和大家一个小问题 你知道德罗大德中,运用荒谷随多的人是贤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点,咱们下期再见